Fortunatly 在讲Fortunatly跟他的形容词Fortunat之前 Andy先来帮各位复习另外一个字 这个字我们就念成Fortune 那Fortune这个字它本身的意思 它是一个名词本身翻译成财富 或者是机会或者甚至于是运气 所以说我们之前学过有一个叫做Fortune Teller 这个Fortune Teller指的就是算命师 跟你讲什么时候你会发财的那个人 就叫做Fortune Teller算命师 好所以我们先来看它的形容词Fortunate 我们把Fortune的E去掉之后再加上ATE之后 这个字的音节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音节在FOR我们念成FOR TU念成NATE念成NUT 重音落在第一个音节整个字 我们就念成Fortunate Fortunate这个字是幸运的 那我们知道它有另外一个字呢 比较大比较熟悉的就是Lucky 这个字呢也当作幸运的 好我们直接来看地区 My grandmother is quite fortunate to enjoy good health in her 90s 好它说呢我的祖母呢 is quite fortunate 好它非常的幸运 怎么说呢 它可以呢 enjoy good health 可以呢享有呢非常好的健康 在什么时候呢 in her 90s 就是在他90几岁的时候 好这个时候in once 后面加上一个数字加s 那表示呢就是在某人几岁的时候 好就是前后那一段时间 好那Fortunate这个字呢 我们在后面加上RY之后呢 就变成副词我们中文翻成幸好或者幸运的 那我们直接看一句 Mason got up late yesterday Fortunately he still caught the school bus and made it to the homeroom on time 好Mason我们的主角 God up late God up late就是起床的晚 英文就念成 God up late 好它说呢Fortunately 好那很幸运的 He still caught the school bus 他仍然呢搭上了校车 and made it to 好这个made it to 就是表示呢 他还是坐到了 那这边呢搭校车 所以表示呢 他坐到了搭校车 那就是赶上校车的意思 所以呢made it to the homeroom 这homeroom呢指的是教室的意思 怎么的 什么时候进教室呢 on time on time我们知道 他的意思呢就是准时的意思 好所以这个字我们念成 Fortunately 这类付词信号幸运的 Fortunate幸运的 好 感谢观看